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这样的因缘 我们就会想到 如何财培教义 我们需要帮助它 在这一片大地上 所缺乏的 如何供应谁 就要撒这 开这 那如何帮他们盖起学校的 先供应建议 开始了就要来规划 跟当地的政治等等来沟通 我们要有完整的设计 让这样的春宵 村庄的小邪 或者是中邪 或者是在市政里等等 随了他们的春乡寺 帮他们来建议 当然啊 这是在理想的一整套的 因为发现到了这样的孩子 就会启发我们的心 发挥了脑的思考 我们来集合人力物资 如何呢 如何呢 为遥远遥远的地方 佛陀的国家 我们去帮助他们 佛陀给予我们 是难以计量的 起开我们的知识 起开我们的慧命 的延续 我们呢 现在 会和大家的爱心 发挥了力量了 去回馈佛陀的故乡 培养当地的孩子 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也就是 人与人之间来回馈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